有人说手机修不出来这效果 谁说手机不能修大片 你确定你懂光影吗 你懂色彩表达吗 你懂创意合成吗 不懂就点个赞 我来教你 需要参数和素材 到评论区留言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三原色 我们照片的所有颜色 都可以通过三原色来进行演变 其次就是要知道什么是互补色 减红加青减黄加蓝 依此类推 结合曲线调色 照片分为暗部中间调亮部 红通道里面暗部减红就是加青 绿通道亮部加绿减阳红 这样就可以通过颜色的组合 来得到我们想要的颜色了 我的思路是把暗部变为青蓝色 那在曲线里面就需要去加青加蓝 然后把皮肤变成橙色 这样就形成了冷暖的对比颜色 再回到RGB通道调整明暗的过渡 如果一次得不到效果 可以多做几次 最后调整细节 加上设计搞定 点个赞保存起来 你肯定能用上 电台上高级又简单的黑白照 适合你们每一个人 背靠在墙壁上 垫起脚拍 高级 找一个墙边 挡住一半身体 高级 靠在墙角放低机位 拍出这样的剪影 高级 这样的阳光 一半黑一半白 高级 手机放地上 拍照的瞬间跨过去 高级 大家好 我是蔡仲阳 今天教你们怎么跟爱车拍照 这次的重点是拍摄角度和机位 尝试多角度去拍出不同的冲击感 我是蔡仲阳 这是我老家的房子 今天在老家给我老爸拍套照片 干枪 草天门 酱粉 吃鸡鸽 大佛根 厘米馅 花生炸 两三斤 九二八 全水斤 重复多的佛再到底多的卖 如果不是为了好事我来都不得来 我不是挑事也不是说白情不好 只是想比指甲觉得还是无度最掉 来的炸酱面很甜 感觉始终差点人 来的人都很有钱 路上到处是卡严 都是同情 我是蔡仲阳 每个人都有梦 但现实 却很逼真 我是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 也许 我们不得不为了柴米油盐 而放弃最初的梦 现实与梦想 我用拍照来表达 我是蔡仲阳 现实与梦想 我用拍照来表达 拍照时肢体不协调 几个小技巧教会你们 1.伸右脚向左看 2.身体往左连往右 3.手和腿乘三脚 4.行走时大甩臂弹跳步 你们拍的照片显得矮和胖 那是因为你们不会控制鸡变 几个小技巧教会你们 男女通用 1.四周鸡变大 中间鸡变小 显脸瘦 2.人脸放在三分线 放低手机 显腿长 3.从下往上拍 连转侧面 效果最好 下次我们来说一下 怎么样利用鸡变 拍出好看的照片 可以 平拍的照片杂乱无章 几个小技巧教会你们 这是春游女票的必考题 1.太杂乱的环境去掉 影响主体 2.注意水平线的横平竖直 影响视觉 3.头部不要和杂乱的东西重叠 影响人物 好耶 您拍的照片平淡普通 几个小技巧教会你们 旅行拍照必备 1.远紧看情绪语言 动起来 2.中紧看肢体语言 摆起来 3.近紧看表情语言 演起来 好耶 您拍的照片单调无趣 几个小技巧教会你们 外出拍摄必备 1.画面太单调 添加前景 突出人物 2.摘一根枯草 拍出影子 增加氛围 3.相机倒过来贴近地面 小草做前景 丰富画面 好耶 你们拍的照片普通没张力 几个小技巧教会你们 旅行拍摄必备 1.放低机位 朝着前方 跑起来 2.张开手臂 背对相机 走起来 3.远景拍摄 天空留白 拍起来 好耶 你们拍的照片身形比例不好看 几个小技巧教会你们 1.头离镜头越近 显脸大 拉长腿形比例 显脸小 2.站太直拍摄 显然矮 后扬拉长身形比例 显然高 3.腿形太直 画面重心不稳 增加转折 平衡上下关系 好耶 你们拍的打卡照片普通 而且人多 几个小技巧教会你们 1.放低机位 仰拍建筑 避开人群 2.拉近距离 拍摄人物 突出主体 3.同一景点 变换视觉 不同效果 好耶 你们拍的照片 主体不突出 元素过多 几个小技巧教会你们 到哪拍都可以 1.远景照片 尽量保持一个主要元素 画面更干净 2.人物的脸部 尽量不要与暗色的背景重叠 3.刻写时 人与景的比例 大概为1比1 人物更突出 7 in the universe Oh yeah